这两个外星人居然通过虫洞整股其他星座的生物来剥取流量 故事的开头还要从一个正在上厕所的男人说起 这个男人看见了墙上的提示 想要快乐一下的他立马就拿出手机按下了那串号码 然而这个男人直到变成了白骨也没能找到通往快乐的渠道 莫博士拍下了这串数字后很快就有了重大的发现 紧接着他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原来这串数字居然是通往宇宙另一段的坐标 但是由于宇宙间的距离太远了 坐火箭起码得上百年才能到达 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小薇的男人出现了 他表示如果有一个重洞的话 穿越宇宙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了 观众们自然都不敢相信这个小薇的话 然而当小薇展现出他的超能力过后 这幸福度一下子就上来了 于是莫博士就决定和小薇合力研究这个项目 一人出钱一人出力各取所需 说完小薇立刻就乘坐私人飞机直接空降到了白宫 接着就找总统拨下了一个亿的研究经费 没过多久重洞就成功的建成了 在发布会上小薇宣布让莫博士成为穿越重洞的第一人 然而当莫博士一切准备就绪后意外却突然发生了 他们建成的重洞竟然就只有这么一小点 不过很快小薇就想到了使用这个重洞的方法了 他打算把自己的小小薇放到重洞里面去 行动前他还不忘让大家多多拍照留念 因为这虽然是他的一小步 但也是整个人类的一大步 紧接着小薇就成功的将小小薇放进了重洞里 他立刻就感觉到自己仿佛正在太空旅行 眼前就是那浩瀚无际的宇宙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然而很快旁边的员工就提醒他设备快要没电了 叫他赶紧把小小薇给拔出来 但是小薇却表示他还没有完成自己的理想呢 于是在设备断电后小薇很快就这样飞了起来 紧接着外星人的频道也切了过来 原来这串数字是外星人故意留下来的整骨密码 他们就是想看看会不会有人把自己的小宝贝给放进来 画面里小薇的小宝贝还遭到了外星人无情的嘲笑 最后外星人还把小薇的小宝贝给无害化处理了 小薇也因为摔断了自己的脊椎只能坐到轮椅上了 但是小薇可并没有就此死心